大家好 我是善貴 今天摺書籤 將一張正方形的摺紙對摺之後 切開兩邊 就會得出兩張7.5x15cm的紙 將它7.5cm的紙邊對摺 打開 再將紙邊摺到剛才的摺痕那裡 打開 現在在我右邊會看到是有條摺痕的 將它紙邊對紙邊對摺 打開 將左手邊的紙邊摺到中間的摺痕 摺了一個三角上來 另外一邊也是 紙邊摺到中間的摺痕 變成這樣 然後將紙邊摺到中間摺痕 上面的紙邊也是摺到中間的摺痕 然後再一次紙邊摺到中間的摺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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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摺痕就更加明顯 打開它 將上面的摺痕摺下來 將上面的摺痕摺下來 將上面的紙邊摺下來這條摺痕那裡 再次紙邊摺到中間的摺痕 又是一個細細的三角仔 這個三角仔又是可以用指甲刮一下 讓它的摺痕明顯一些 下一個步驟就容易做一些 另一邊都是這樣做 然後再次紙邊摺到中間的摺痕 再次紙邊摺到中間 然後打開兩個角仔 再打開它 繼續打開它 反著 我們見家有正方形摺痕 就會把這個正方形摺痕 只要把這個正方形摺bl 不止夾 digamos 然後它打橫這條線按一按 那個正方形就會收了下去 有些紙就比較好按些 有些就沒有那麼好按的 我這一隻也算是沒有那麼好按的 因為它好像梅梅的樣子 太硬的紙也不是太好按的 還有另一樣就是要多多藝術 摺多幾次就可以了 這樣兩個三個形仔就會凹下去了 反過來要看到是有兩隻腳仔可以動到的 然後把旁邊收回來 旁邊收回來 把上面這個三角形摺進來 上面的三角形摺進來 然後把這兩個尖尖稍微摺進來 因為那個心形那麼尖就不好看了 摺一點點進來 接著就是這樣了 接著把這一層弄上去 紙邊接到中間的摺痕 反過來之後就看到那個心形了 這樣今天的心形書籤就完成了 這樣今天的心形書籤就完成了 我們一定會看到